雷欧后期最令人感动的剧情 非这级莫属 女友的死亡 以及迈克队的团灭 让他在与圆盘生物的搏斗中 没有了任何帮助 就在这时 阿斯特拉的再度回归 给凤圆孤独的内心 带来了最后一丝温暖 在宇宙深处 七号圆盘生物 受到布莱克指挥官的呼喊 趁夜幕消失在了地球上空 这时准备回家的川次兄弟 被眼前巨大的通道所阻拦 定睛一看 眼前咬合的嘴巴 正是圆盘生物布里扎德 见情况不妙 川平立马将弟弟丢出车外 独自对抗怪兽的吸力 紧要关头 高空的川平趁机跳车 成功脱离了怪兽的巨口 次日 两兄弟为了避免再次遇害 将怪兽出没的消息 从医院散播了出去 可面对这种警告 众人非但没有相信 甚至还开口嘲讽他们 就在川次伤心时 得知消息的凤圆赶到现场 并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但出于人们的不理解 川次也不再愿意多提 画面一转 凤圆找到川次的哥哥了解情况 可他跟川次一样 也是闭口不谈 毕竟这起事故 已经定位成了普通的交通问题 况且 就凭孤身一人 根本不可能跟怪兽抗衡 对于川平的个人阐述 凤圆的内心无比愤怒 下午 见凤圆诚意十足的川次 将凤圆带到了案发现场 可经过再三搜查 关于圆盘生物的讯息 没有丝毫发现 就在这时 旁边的地主 看到搜查的凤圆 立刻将二人驱逐出了现场 无奈之下 凤圆只能返回家中再做打算 时间来到次日 布里扎德突现城市街头 将过往堵塞的车辆 全部吞入了巨口当中 看着陷害自己的凶手出现 川次立刻不顾凤圆的劝阻 试图寻找怪兽报仇 眼看没有其他办法 凤圆当即飞身一扑 将川次成功救下 接着将其送往安全地点的同时 凤圆强忍身上的伤势 把空中飘荡的氢气球 覆盖住了怪兽的眼睛 可没想到 虽然将怪兽成功赶跑 但很快敌人再次出现 在城市中肆意妄围 见情况不妙 川平打开附近的汽车 试图与怪兽同归于尽 下一秒 川平受到爆炸的余波 瞬间从敌人的巨口震飞了出来 凤圆见状 当即拆下手中的绷带 将川平身上的火焰尽数熄灭 接着闯入前方的迷雾 展开了变身 接着雷欧用头部砸倒怪兽的同时 一脚将其暗倒在地 几个回合下来 由于手臂上的伤势复发 导致雷欧频频失利 接着布里扎德乘胜追击 开始对雷欧疯狂撕咬 经过数回合的酣战 天空突然出现红色的光球 下一秒 只见阿斯特拉迅速上前 救出了濒临死亡的雷欧 见哥哥没有大碍 阿斯特拉使用特殊技能 将自己变成人类般大小 最后闯入布里扎德的体内 瞬间将其五马分尸 战斗结束后 阿斯特拉将雷欧扶起 慢慢朝着前方走去 而后方的川平二人 也效仿雷欧 尽情挥洒着兄弟之情 随后阿斯特拉抱起雷欧 共同飞向了天空 阿斯特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斯特拉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